金黃色的油豆腐裡頭 怎麼會卡著一個棕色的不明物體 用筷子撥出來竟然是超大的蟑螂 而且只剩下一半的身體 另一半已經泡在湯汁裡 讓民眾瞬間沒了食慾 有民眾PO往27號中午 到基隆廟口一間知名的滷肉飯 天意香 點了滷肉飯和油豆腐 沒想到油豆腐竟然被加菜 民眾表示當時立刻跟店家反映 對方卻只回了一句免單 讓當事人扣訴 似乎想草草了事 而且就算免單也才50塊錢 指控店家是不是在侮辱他們 時間來到店裡老闆表示 豆腐都是從基隆一家廠商進貨 每天送來的 不是由店家製作 發生這種事情老闆也很無奈 甚至透露這已經不是廠商第一次出包 他上次來 上面是有鐵絲 我就跟他反映說 如果這個萬一被人家客人吃進度怎麼辦 我還是換比較保險 已經發生兩三次問題 但廠商都沒有改善 老闆也不想再給機會決定換廠商 否則影響的是他的名譽 而衛生局也到場積查隨機充釀油豆腐 剪開來確認都沒有問題 衛生局強調將會追查 油豆腐的製造源頭 不過在現場環境衛生方面有發現疏失 包括它燈光的亮度是不足的 然後另外在天花板有蜘蛛網 另外在現場有看到小蟑螂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限期改善 民眾原本到基隆民店想品嘗美食 沒想到卻差點吃到笑腔 讓民眾好傻眼 TVBS新聞劉欣奎 陳佳彤 基隆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嗯 嗯 嗯